OK给黄博康白板荣光 曹操曾经说过 如果一架F22和SP马超同时摆在我的面前 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SP马超 SP马超究竟有何魔力 能让几乎所有人趋之若鹜 你现在看到这些连川战报可能就是标准答案 今天博康就为大家带来SP马超的全新形态 五分SP马超 你注意这对目前并不是最完美状态 袁德兄却少速成其力 这将削弱他面对主动战法队伍的统治力 博康再给你们贴一些连川战报 你就自己去想象速成其力版本的表现吧 队伍整体的思路非常简单 用五分阵后期的增伤去抵消SP马超 缺失主将效果的遗憾 用佐茨的规避或回复去弥补队伍减川的下降 队伍细节方面 许优全智SP马超半武半速 佐茨由于带了操船借鉴 袁德兄选择了半智半筒 当然操船借鉴完全可以换成刮骨疗毒 佐茨顺利成章地改成全智家电 对于没有非攻之胜凌威救助的白板玩家 博康在这给你们一套更平民化的技能价定选择 你永远记住强的是SP马超不是博康 然后我们马上来看一下队伍在飞航母区的战场表现 首先是满红咚咚盾 博康告诉你不光是什么军迷咚咚盾 亦或是什么藤甲咚咚盾 你就算让藤甲太为动来也都一样 SP马超只要带着当风面对这些队伍都是优势 还有在飞航母区经常靠着完善的防御体系横着走的诗诗盾 我们这边可还没带张脚最怕的速成起立 低层带走已经说明了白板的鸿沟不可跨越 队伍的另一个优点就是 神奇拥有佐斯的规避 让我们能更好地应对像冤奇这样的前期速攻队 但注意队伍的减少体系并不完善 规避一定不是你100%的互升幅 另外由于SP马超在队伍中是副将位 能够避免机型阵的克制 但这并不意味着里面的机型主向是优势 脚先和震慑仍然是你躲不掉的问题 但话又说回来这些其实都不重要 你要知道SP马超目前是白板绝对的独一档天花板 这件事很重要 OK 白板五风阵SP马超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版本之子年年更替 不变的一定要是我们玩游戏的初心